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程式的写作 那刚刚讲首先呢,第一个部分是初始值的设定 初始值的设定,那初始值的设定有一个开机画面跟一个预设值的设定 那所以我们在开机的部分,我们希望一开始呢,就能够显示开机画面 那所以你可以自己画图,那也可以用图案来显示 那我们就一开始先来一个爱心 这个部分可以自己设计,可以自己设计 然后呢,因为我接下来要做,我这个状案是大家来运动 那我就做一个人在跑步,人在跑步的图案 那这样显示说,这个是为了运动所做的一个设计 这是第一个图案 那我们讲过动画,动画至少要两个图以上切换 切换才叫动画 那所以我们就把 就把那个方向改一下 那这样就,当他在做切换的时候 就会有达到效果,那个动画的效果 那因为只有一次的话 感觉上不够过瘾 所以最起码两次 所以我们再复制一下 这样子开机就会有爱心 然后一个人在跑 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模拟 爱心,然后一个人在跑 那或者你觉得这个爱心太快跳走了 你可以增加一点时间 基本这边有个暂停 暂停的秒数 那这个1000是千分之 这MS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100呢,就是千分之一百秒 就是0.1秒 那如果你想多一点 可以选一下 这个是半秒钟 所以你再重启一下 半秒钟才开始小人跑步 那跑两次之后呢 就等于说要开始做 做那个其他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动画的部分 那不要忘记哦 刚刚还有一个初始值设定 你的变数 那就是我们要计算的那个数字 因为它是会变的 这个数字是会变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名称 来把它给它一个名字 那以后我们叫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它就可以显示那个名字里面的数字 那所以我们给它 那所以我们给它在变数这边 先建立一个变数 这个地方就是要用来存那个数字的 那所以这个名称呢 请你用英文来命名它 可以加数字 好 那自己取一个名字 那你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就会有这一个变数 那它会有三个基础的功能 第一个是把变数设定为多少 然后第二个是把变数增加改变多少 就是增加的意思 然后呢 这是这个名 这个变数里面代表的数值是多少 那平常你计算的数字就会存在里面 好 那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必须把 在初始值设定那边 必须把它设为0 所以我们把这个设为0抓出来 看你要放在初始值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要先定初始值再动画 还是先动画再初始值都可以 好 那这个是系统的第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系统的第一个部分